第2671章历史终于改变了 云青年没说话 只是更加用力地抱住江若仙 他怕他不用力的话 时间长河彻底崩溃的那一刻 他们会被冲向不同的时空 脚看天色目看云 行也思君 做也思君 能与夫君死在一起 切身无憾也 江若仙说着 便闭上眼睛 将脸颊埋在云青年的心口 最后一次倾听云青年的心跳 云青年没说话 但眼中却控制不住地流出泪水 江若仙以他为天 哪怕到了这一刻都没有责怪他无能 云青年能感受到 他们分开这段时间 江若仙对他是多么的思念 脚看天色目看云 行也思君 做也思君 这句话不是指现在 而是指他在命界的百年 那百年时间 他除了修炼 就只剩下思念云青年了 讽刺的是 江若仙无尽的思念 换来的不是双宿双漆 而是双双伦为绝命鸳鸯 对不起 如果还有下一世 我一定不会再让这一幕重现 一定不会 云青年这话 是在心里说到 这一刻的他 是多么的绝望 多么的不甘 连心爱女人都保护不了 连心爱女人都复活不了 这一次 是他云青年有史以来最窝囊的一次 就在这时 刺虐暴乱即将走向毁灭的时间长河 突然静止了下来 前一刻 已经碎裂无数块 早就被时间长河冲到思念八方的挡天神盾的碎片 突然全部收缩 重组 恢复成了损毁之前的样子 云青年瞳孔猛的一缩 先是震惊 骇然地看着这一幕 接着 眼中就出现了天大的喜色 他知道 是谁来了 姜若仙也在这时 睁开了眼睛 看着四周变得安静无比的时间长河 猛的 姜若仙也瞪大了眼睛 瞳孔里面写满了震惊与难以置信 我是时间的旅者 游走于时间长河之中 我有万事遗憾 流连于过去未来 时间长河之中 凭空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身影跟云青年一样 穿着一身红色长袍 有一头黑色的垂到腰间 垂到两边胸口的长发 他的脸 清秀 干净 像一块一尘不染的白玉 他的身上 弥漫着岁月的气息 给人的感觉 像是经历过历史长河 看过时间的一切沧海桑田 云 云地 姜若仙的声音 震惊到了极致 他认出了突然出现的身影 是云青年 他本能的感觉 眼前这个云青年 是来自未来的云青年 时间旅者的目光 几乎也在同一时间 落在了姜若仙身上 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颊 也在这一刻出现了 几分难以自己 经过几乎无尽的孤独之后 他终于又见到了 他朝思暮想的人了 他的未来 是一个寂寥的未来 整个宇宙空无一人 陪伴他的只有孤独 永恒的孤独 他常常坐在宇宙尽头 背对着无尽的混沌 看着每一天的昼夜更迭 老海全是姜若仙 身影无比的落寞 看见混沌日夜天 朝不望清 目不望清 时间旅者看着姜若仙道 他在命界百年 行也思君 做也思君 他在只有无尽孤独的未来 何尝不是对他朝思暮想 震的天后 放心吧 这一次后 不会再有人可以伤害你了 时间旅者开口道 言罢 他直接化作漫天的大道法则 席卷向了苍穹之上的那双巨眼 奖项中的轰鸣声并未出现 因为这一刻 时间静止了 空间也静止了 所有的一切都静止了 时间旅者出手的瞬间 时间长河里面的一切都静止了 包括命运化作的那双苍天大眼 知道吗 很多时候 震真的希望你有意识 你会有七情六欲 而不是单纯的秩序 单纯的命运 只有这样 震才会有负面你的快感 只有这样 震才能让你尝尽一切痛苦 但哪怕只是秩序 只是命运 你现在也会疑惑吧 疑惑震为何还能跨越时空而来 当然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你 应该已经猜到 你主宰的未来 已经出现裂痕了 被震亲手打出一道裂痕了 时间旅者最恨的 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 就是因为他的存在 他才不能复活东方宇宙的一亿万生灵 就是因为他的存在 他才不能复活他在乎的所有人 就是因为他的存在 他只能活在没有尽头的孤独之中 苍穹之上那双眼睛 并未流露出任何情绪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时间旅者 此时的他 能做的 也只能看着时间旅者 记住朕的话 终有一天 朕会颠覆你主宰的一切 时间旅者化音刚落 名义化作的苍天大眼 突然轰的一声 化作无数碎片 消散在了时间长河之中 直到这时 时间长河才恢复了正常 云青年与江若仙才恢复了正常状态 云青年眼中全是骇然 命运在时间旅者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未来的他 究竟强到了何种程度 你 你不是陷入永恒的沉睡了 云青年回过神后开口道 云青年上一次见到时间旅者 是在他踏入天尊的时候 那一次突破 他被来自神界的一心 抓入了次元空间 如果不是关键时刻 时间旅者跨越时空而来 云青年当时就已经陨落了 云青年还记得 时间旅者当时说 由于他强行单预了历史 未来的他会受到冥冥之中的存在的惩罚 最乐观的情况也是 他会被镇压 陷入永恒的沉睡 因为 你改变了部分历史 时间旅者开口道 改变了部分历史 云青年低声嘟嚷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可是与我在神界的经历有关 不错 时间旅者点了点头 云青年在神界 最大的奇遇 不是遇上什么人 也不是获得什么功法 而是得知了 位于天心大陆的造化之桥 这是我与冥冥之中的存在 无数次交锋中唯一一次占据上风 尽管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已经踏出了好的一步 从现在开始 还清所有人情 不要再亏欠任何一个人 最后告诫你一个事 不惜一切代价毁灭境界 杀尽境界所有毒瘤 最后一句话 时间旅者说的异常的认真 好 云青年同样郑重的点了点头 我接下来的生机在哪里 云青年已经感觉到 时间旅者的气息开始变弱 所以敢在他消失之前 问了他在意的问题 不过这话 云青年只敢传音询问 接下来的生机在哪里 前台词已经不言而喻了 第2672章暴走的边缘 接下来的生机在哪里 时间旅者看着云青年 淡淡说道 星空彼岸 而后 他身影就消失了 他离开之后 他原本所在的空间 第一时间凝固 而后化作无数碎片 走 若先 我们先离开这里 云青年说着 就抱着将若先 往时间长河外面飞去 此时 已经没有任何阻力 阻止云青年复活 江若先 约莫一个呼吸的时间 云青年就带着江若先 从时间长河之中 飞到了现实世界 也就是东方天庭的 气韵中心里面 云青年没注意到 江若先眼中 时不时闪过思索之色 仿佛是时间旅者离开前 还单独对他说了什么 他则在消化这个信息 若先 我的天后 你终于复活了 回到现实世界后 云青年开口道 从今日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为我犯险 有些绝望 经历一次就够了 如果江若先再发生一次意外 云青年的道心必然会崩溃瓦解 江若先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 经历过生理死别后 他才知道相聚的珍贵 他开口说道 从今日起 无论巅峰谷底 我都会坚定的站在你身后 你赢了 我陪你看尽宇宙繁华 你输了 我陪你笑看世人冷眼 我若赢了 你一定会在 云青年说到 听到他这话 江若先面色微微一变 但还不等他开口 云青年突然伸出手指 在他的额头轻轻一点 下一刻 江若先已经昏迷了过去 傻丫头 我费尽千辛万苦 才将你复活 又岂会让你再一次冒险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活下来 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云青年说完 便往气运中心飞去踏步走去 蛙黄跟瑶池圣母 此时还在为他迎战宇宙群雄 银 鸣河 北墨 以及盘古大帝 水神 龙帝这些人没出手的时候 蛙黄跟瑶池圣母 完全是碾压群雄 横扫所有人 但随着银 鸣河 北墨三人加入战场 蛙黄跟瑶池圣母就承受了天大的压力 这时候 如果盘古大帝 水神 龙帝三人里面 随便再有一人出手 胜利的天平 就会彻底倒向营那边 蛙黄 我最后一次问你 收不收手 屈原先帝 也就是盘古大帝审声道 他已经给蛙黄很多次机会了 蛙黄没有回应 他依旧全力战斗 与瑶池圣母一起 全力迎战营 鸣河 北墨三人 唉 这是你逼我出手的 屈原先帝叹了一口气 接着出手了 屈原先帝一出手 水神与龙帝也跟着出手了 银 屈原六人很有默契 银 鸣河 北墨三人对决蛙黄 屈原 水神 龙帝三人则为攻摇持圣母 战斗瞬间处于了 一边倒的情况 蛙黄 被银三人打得节节败退 口中猛地喷出一口大血 银三人略为收手 银开口说道 蛙黄 你挡不住的 何必陪上自身 你们不懂 蛙黄回答道 以前 我在乎这片宇宙 哪怕不惜牺牲自己 我也要拯救这片宇宙 现在 我又多了在乎的人 所以我死也会护着他 银文言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片刻后 他才说道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我也愿意为了这片宇宙愿意做任何事情 所以抱歉了 哪怕你是这片宇宙的功臣 我也不得不杀你 口 猛的 一声震破苍穹的龙银声响起 银直接化作五爪神龙 巨大的龙爪拍向了蛙黄 空 一个照面 蛙黄就被拍飞出去 不仅口吐大雪 就连到鸡都受到了重创 摇持圣母的情况也很不乐观 他被盘古大帝 水神 龙第三人打回本体天池 而天池又受到了恐怖的重创 原本连星系都能覆盖的天池 变成了 直径不过百于你的普通池字 摇持 退开发 现在的你 已经是苟延残喘了 盘古大帝 水神 龙第三人都出言劝道 摇持圣母也是这片宇宙的功臣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真的不愿置摇持圣母于死地 为云帝而死 我死也无憾 摇持圣母开口道 他重新变回人生 尽管面色苍白到了极点 但他还是挡在了盘古 水神 龙第三人面前 你这又是何必呢 盘古三人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送米离开吧 盘古大帝说着 手中突然凭空出现一把巨斧 这是开天府 传说中盘古大帝用来开天辟地的神器 猛的 开天府披向了摇持圣母 此时 别说摇持圣母连全盛时期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哪怕是全盛时期 他都不敢应接这一府 而现在 摇持圣母已经没能力 躲开这一府了 云帝 抱歉了 我仅仅做到这一步 摇持圣母说着 已经闭上了眼睛 为云帝而死 他无怨无悔 唯一的遗憾是 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 仅仅是做到这一步 已经够多了 冷不丁地 云青年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四周人群面色全都一变 云青年这时候出现 是不是说明 他那天形式已经成功了 这是不是说明 东方宇宙被他窃取的气韵 已经永远不能恢复了 云青年凭空出现 一把抱住摇持圣母 接着又顺移到蛙黄身后 也一把将其抱住 该抱歉的人是我 因为我一个人的事 害你们受到了近乎难以治愈的重创 云青年说这话的时候 心都在颤抖 蛙黄到鸡损毁 想要修复 几乎是难如登天 摇持圣母本体被打散 想要重修回来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个时代 云青年的目光 扫过全场 云 鸣河 北墨 虚源等人 都在云青年的目光扫射之中 现在退走 正还能既往不救 云青年开口说道 这时候的他已经处在了 抱走的边缘 心里正在强忍着 近乎抑制不住的杀鸡 第2673章云青年还债 退走 云等人闻言都摇了摇头 接着云开口道 人犯了错 就要承受相应的惩罚 云帝 你对这片宇宙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现在 只能拿你的命来告慰这片宇宙了 我确实欠了这片宇宙 云青年没有否认到 但我犯的错 我会承担 我会原封不动的奉还回去 你们不该对彩儿出手 不该对池瑶出手的 朕最后说一句 马上离开 否则 休怪朕大开杀戒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云摇了摇头 语气充满了失望 云青年 他曾经最好看的人 甚至一度认为云青年有朝一日能超过他 可偏偏 就是他最看好的一个人 却做出了伤害整个宇宙的事情 云 龙银声猛的响起 云再次变成五爪神龙 一把抓向了云青年 冥河 北墨 虚人 水神 龙帝五人也毫不犹豫的出手了 云青年犯下的罪责太大了 如果云青年不死 这片宇宙的生灵怎能服气 日后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云青年 做出一件又一件的伤害宇宙的事情 所以云青年必须死 朕说了 朕欠这个宇宙的 朕会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云青年开口的时候 已经动用天道笔 在虚空之中写上一连串的沙字 刹那间 无数沙字席卷向了银等人 轰轰轰轰轰 虚空爆炸一片 哪怕是银 都被漫天的沙炸的龙银四溢 银河龙帝五人 也被漫天沙字缠住 处在了被动之中 这时候 云青年又在虚空之中 一次写上了六个名字 没写一个名字 云青年口中就喷出一口大雪 当六个名字全部成形后 云青年的面色 已经变得苍白无比 这六个名字 分别是 银正 银河 北墨 盘古 折布州 龙帝 只要云青年抹掉 这上面的任何一人的名字 他们就会瞬间 从这个世界消失 银 银河 北墨三人 面色都是一变 他们可是在命界见识 过天道笔的威能 命界的天意根迹 家族长寂不道 就是死在天道笔的手中 云青年手中 可是天道笔 盘古 水神 龙帝三人不由看向了银 天道笔写出他们的名字后 他们就有种灵魂悬上 利剑的感觉 看到银点头 盘古三人脸上顿时 出现了忌惮跟民众之色 此周人群看到这一幕 不由都露出不解之色 云青年手中之笔 到底是何方圣物 不就是用他写了 银挤人的名字吗 为何会让银挤人如此忌惮 云帝 你很不错 银开口了 看向云青年的目光 带着几分愈怒 无论是朕 还是明和 北末 都做梦都没想到 有朝一日生死 会掌握在你的手中 银的愈怒 不是济不如人的怒 这一亿之前 他还巴不得 云青年有朝一日 可以超过他 银现在怒的是 云青年做出了 伤害东方宇宙的事情 而他 却奈何云青年不得 银 你到底要我说几次才信 我说了 我欠这个宇宙的 我会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现在 请你们离开可以吗 云青年也变得恼怒 他是真的希望 银挤人 可以马上离开 因为现在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是马上一直挖黄根 瑶池圣母 拖得越久 就对他们越不利 甚至可能毁掉 他们今后的修炼之路 要我们离开可以 不过离开之前 本神想站在银的角度 问你一个问题 水神哲步周这时候突然说道 我耐心有限 云青年开口道 言外之意是有屁块放 据我所知 你这一路下来 银帮了你很多忙 我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银 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你 水神哲步周开口道 银与云青年的关系 在有心人眼中 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东方天亭当立国的时候 就遭遇了灭顶之灾 如果不是银出手相助 东方天亭成立的那一天 就已经灭国了 再往后 云青年好几次遇到 难以抵抗的对手的时候 也都是银出手助云青年度过 我确实欠了银很多 云青年点头承认 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银 铭和 北墨三人在 云青年刚才就已经大开杀戒了 欠这片宇宙的他会还 伤害蛙皇跟瑶池圣母的人 他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但因为出手的 仁是银的缘故 云青年 只能是劝他们离开 那就好办了 水神折布周耸了耸肩 说道 那你就将你欠赢得 原封不动的还给他好了 银 银和 北墨三人在这一刻 似乎想说什么 最终却忍了下来 他们三人 尤其是银 眼中只有大意 为了大意 他会不择手段 而眼下的大意是什么 诛杀云青年 告慰东方宇宙 你没说话 就是莫许哲不周的意思了 云青年看向了银 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落寞 放心吧 欠你的 我也会全部奉还 云青年一直都知道 银是一个心怀大意的人 但云青年一直都以为 他跟银相交 除了因为此前的立场一致 还因为 他跟银 是相互看对眼 觉得可以当朋友 当交心的朋友 不过现在 云青年看清了 银确实是心怀大意的人 但他眼中只有大意 这当然不能说银错了 事实上对东方宇宙来说 银这样的人 几乎能用伟大来形容 因为他会为了这片宇宙付出一切 但做朋友就算了 一旦立场出现冲突 他就会马上变脸 马上将图刀对向你 若是不敌 他还会不择手段 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伎俩对付你 比如现在 银莫许哲不周的说辞 就是很不要脸 很无耻的做法 因为现在的云青年 已经不欠他了 云青年欠银的所有东西 遥远都懒过去了 变成遥远一个人欠银人情 但银却没有把这些告知云青年 依旧让云青年以为 云青年还欠着他嬴正的人情 这就好办了 你既然说会骇 那就现在还给他好了 水神哲不周又在旁耸了耸奸道 至于这人情怎么骇 只要不傻的人都知道 水神哲不周是要云青年 用他的命来偿还 第2674章偷天窃云的另一面 现在 云青年摇了摇头 说道 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更重要的是 是帮蛙黄跟瑶池圣母疗伤吗 若是这个我们这里都有不少剩药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让他们恢复到受伤之前 水神哲不周说着 就从空间戒指里面 取出了一枚晶莹剔透 近乎透明的丹药 这是道神丹 专门针对道基受损炼制的丹药 服下他 最多三天 蛙黄受创的道基就会恢复正常 水神哲不周说着 就将丹药抛向了蛙黄 因为蛙黄没有伸手去接的缘故 丹药就悬浮在他半米外的空中 盘莽夫 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打算出点选吗 水神哲不周又看向了盘古大帝 这时生命母胎 只有排名前十大世界刚半生的那一刻 才有可能出现的生命至宝 盘古大帝从空间戒指里面 取出了一团拳头大小的能量团 理论上 无论受了多重的伤 服下生命母胎都能得到治愈 盘古大帝化落 也将拳头大小的能量团 抛到了姚池圣母面前 但姚池圣母跟蛙黄一样 也没有伸手去接能量团 他们怎么可能会去接 一旦他们伤势痊愈 云青年接下来面临的 就是用命去偿还他欠赢的人情了 采儿 石瑶 云青年看向了他们 他的声音 也只有他们听得到 以你们对我的了解 应该知道我云青年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做好了偿还的打算 一开始 自然是指 他打算窃取宇宙气运复活 姜若仙的时候起 如果现在不是你们受了重创 我已经开始偿还我牵赢的 牵这片宇宙的东西了 现在 请你们服下他们好吗 就当是我云青年 请求你们 听到请求二字 蛙黄跟姚池圣母的身子 都微微颤了一颤 他们都看着云青年 脸上带着几分欺然 云弟青年哥哥 既然是你的请求 我们一定不会拒绝 我们也知道 你决定一件事的时候 无论我们说什么 做什么 都无法改变 不过有一句丑话 我们要先说在前头 这话是说给你听的 也是说给在场每一个人 蛙黄跟姚池圣母 双双声吸了一口气 接着二人分别接过生前的丹药 到神丹跟生命母胎 分别被蛙黄跟姚池圣母 扶了下去 但要下去的那一刻 他们二人双眸双双浮现心红 他们都在这一刻 选择了入魔 如果青年哥哥 云弟 今日陨落 那么从今日开始 东方宇宙就是我蛙黄 姚池圣母 永远的仇敌 从今往后 我们活着的目标 就是让这片宇宙 给青年哥哥 云弟 陪葬 无论是云青年 还是赛场的所有人 都听到他们这席话 不过这一刻 没有一个人出言指责 包括银 您和这些人都没有 花黄跟姚池圣母 都救过这片宇宙 他们不像云青年 他们不仅不欠这片宇宙 甚至是这片宇宙的 所有生灵反过来欠他们 云青年看着他们二人 眼中 控制不住的滑落一道金银 他没劝他们 就如同他们没劝他一样 因为都知道劝不住 我若死了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不管你们做什么 都要活着 好好活着 云青年深吸了一口气道 青年哥哥 云弟 放心吧 花黄跟姚池圣母双双点头道 若你不在 我们就不会再有弱点 到时候 我们就是想死 都没人杀得了我们 青年哥哥 云弟 接下来的一幕 我们就不见证了 毕竟我们只是入魔 而非没心没肺的魔头 蛙黄跟姚池圣母说完 便往气运中心里面飞去 接下来 就是云青年还债的一幕 他们 都没有勇气目睹 云青年目送 蛙黄跟姚池圣母离开后 才转过身子看向了 银几人 接着云青年又提起天道笔 在虚空上面的六个名字 下方打了一个钩 顿时 六个名字消失不见 银 明河 北墨 盘古 水神 龙帝六人顿时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全挂在他们灵魂上面的力剑消失了 你们太急了 明明可以很温和的解决问题 却非要把彩儿跟持摇 逼到与这片宇宙对立的一面 不过现在看来 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对他们来说不是坏事 心中多了仇恨 自然就能更好的活着 云青年开口说道 此时 云青年的情绪变得无比的淡漠 云青年 本神没别的意思 就是有些听不懂你的话 什么叫明明可以很温和的解决问题 水神哲不周开口问道 这不只是他的疑惑 也是不少人的疑惑 只不过水神一开始就当了恶人 所以这个问题就由他继续提问 我云青年或许谈不上好人 但我这辈子从未做过一件恶事 我为了一己私欲 盗窃宇宙之力复活我的妻子 算是彻头彻尾坏到底了 毕竟哪怕大摩天这种穷凶极恶之事 一生所做的恶事全家起来 都不及我云青年盗窃宇宙之力这一桩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想好了 待我借助这片宇宙的力量 复活我的妻子后 我就原封不动的 把我窃取的力量全部奉还回去 云青年语气充满平静的说道 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水神哲不周直接冷笑道 云青年 不是本身瞧不起你 你虽然窃取了宇宙气韵 但你把这些气韵 都用来复活将若先了 如今的你 拿什么来偿还 这就好像有人偷取了一百万两白银 这一百万两白银都被拜光后 他拿什么来偿还 拿我云青年的命来海 云青年爆喝一声 身上的气息突然变得暴乱 逆转 偷天窃运大法 云青年身上席卷出恐怖飓风 无数能量从他体内倾泻出来 涌向整片宇宙 第2675张天地之商 顺西间 混沌界就出现了反应 原本走向枯竭的混沌界 气韵突然变得茂盛 世界的疆土 也重新开始扩张 原本出世 又重新关闭的遗迹 传承 也在这一刻重新出世 而且出世的势头 变得更加恐怖 更加澎湃 同样的一幕 也在东方宇宙的各个地方开始上演 整个宇宙的生灵 都在这一刻开始惊呼 开始欢呼 我的胸围 又重新突破了 天呐 这一次竟然一口气突破了三个大境界 此前才突破两个境界就开始跌落了 哈哈哈哈 我命不该绝 原以为因为遗迹突然关闭 我永生永世都要被困在地下 没想到遗迹又重新出世了 而且这一次一记的灵气更加浓郁了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星球又开始扩张了 天呐 这一次扩张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之前了 莫非现在才是真正的开疆时代 此前的复苏 关闭 只是一个前奏 一个开胃菜 银 银河等人 此时也都瞪大了眼睛 满是震惊 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哪怕是他们 都做梦也没想过 窃取的气韵还能返还回去 再看云青年 他一头黑色的长发 已经苍白了下来 身上澎湃的声音力 也枯竭了下来 此时的他 看起来像极了 即将受寝证中的老者 银 欠这片宇宙的 我还了 欠你的 我现在也还了 云青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但声音不再年轻 仅仅听着 就给人一种老迈 日落西山的感觉 原本的开疆时代的气韵复苏 可不会达到这种程度 云青年借助偷天窃运大法 在他原有的基础上 又强行提升了几分复苏的威能 额外多出来的部分 就是云青年用来偿还他窃盈的人情 至于偷天窃运大法 他之所以一生只能动用一次 是因为第二次动用他的话 修炼者会受到反噬 这个反噬就是献祭自身 反过来成全被窃取的目标 云青年虽然通过合体成神 但他个人的力量 相对于整个东方宇宙 还是很弱小 如米粒之光与昊月之灰的区别 不过他献祭自身后 却引起了整个宇宙制的蜕变 不仅使得开疆时代重新降临 而更甚原本的开疆时代 这一刻 东方宇宙无数人惊叹 真正的圣事终于来了 真正人人如龙的圣事来了 现在 哪怕是最弱小的凡人 借刚出生的婴儿 都会直接成仙 有着仙人的修为 三千大世界的生灵 更是没有一个弱者 甚至是一出世 就有着先帝的修为 今日之后 初代会成批成批的涌现 禁忌存在也不再是传说中的存在 原本的强者会更强 他们都会踏上 前人从未到达过的高峰 不出意外 今日过后 飞升神界也不再是传说 将会不断有之强者飞升至神界 整个东方宇宙都沸腾了 哪怕是最弱小的凡人界 都在短时间内强大了几百倍上千倍 三千大世界 每一个世界都至少强大了数千倍以上 一季传承 如同雨后春孙涌现 整个东方宇宙的疆域 更是扩充了 难以衡量的倍数 而赋予东方宇宙这一切的云青年 身影逐渐变得透明 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云青年就会彻底消失 银 云青年变得虚幻的声音响了起来 从现在开始 我云青年与你们 彻底的互不相欠 可惜的是 我云青年还有亏欠的人 却再也没机会嗨他们了 云青年变得虚影的双眸 突然滑落一道实质的晶影 不知何时 云青年变得虚幻的身影的后方 已经出现了一道倩影 他是刚被云青年复活不久的江若仙 他原本被云青年封印了意识 正常情况下 要到一个月后才会醒来 但蛙黄跟瑶池圣母刚进入气韵中心后 把他唤醒了 如果早知道你复活我的代价 是赔上你的命 我一定不会同意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江若仙看着云青年逐渐消失的身影 开口说道 我的夫君 你放心去吧 我会好好活着 我会时刻告诉自己 我是你牺牲一切代价才复活过来的 为了以后的日子不再孤独 我决定给自己找一些事来做 比如 毁灭一个宇宙来玩一玩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我夫君逐渐陨落的样子凄凉 还是一个宇宙逐渐凋落更悲壮 江若仙没有掩盖自己的声音 这些话 他是说给云青年听的 同时也在告诉在场所有人 他江若仙不会善罢甘休 毁灭一个宇宙玩一玩 哈哈哈哈 这时候 引起人后方的人群里面 突然传出一道充满讥讽的笑声 若是蛙黄 瑶池圣母说这话也就罢了 你一个脸禁忌存在 或不 是初代都不是蝼蚁 哪来的脸皮说这种话 初代算什么 禁忌存在又算什么 江若仙淡淡说道 也不见他如何出手 但人群里面 开口讥讽的人 突然化作一团雪雾 消散在了天地间 银 鸣和 盘古大帝这些人 面色都猛的一变 极短的瞬间 他们都感应到了 一股让他们未知心计的力量 而且这力量 并非他们所熟悉的神之力 夫君 你说这个世界 会有游磨入磨的神吗 如果有 这样的神又该叫什么 夫君 你觉得魔神如何 江若仙又开口说道 依旧是看着云青年 逐渐消失的背影说道 开疆时代 汇集了很多人 江若仙也是受益者 而且他的受益 几乎是最大 最特殊的一个 他原本的境界 就很难用传统的 修炼境界形容 因为他比魔修 都要特殊 他是命格超脱 命运束缚的魔 由魔入魔的魔 江若仙的面色很平静 目光一直落在云青年 逐渐虚幻的背影上 冷不丁地 江若仙的身子 突然颤抖了一下 心里堵着 提前把你们要的解释 写出来了 云青年对得起江若仙 但他的行为 对不起整个宇宙 这一点云青年自己知道 所以一开始 他就做好了 海的打算 而且是连本带立的海 极光要强调的是 云青年从一开始 就知道他能海 也因为他能海 所以他才会做出 窃取宇宙气韵的事情 第2676章 给云帝的体面 冷不丁地 江若仙的身子 突然颤了一颤 夫君 你还没回答我 魔神这称呼如何 那 尽管江若仙 一直试图用半末的口吻说话 但说到最后 声音还是控制不住的颤抖了一下 此时的云青年 肉身已经淡倒了 如同水中的倒影 云青年试图开口 他的嘴角也在张动 但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夫君 你都要彻底离开我了 就不能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吗 江若仙说道 他还在试图镇定 但眼中却出现了血泪 只不过 他还强忍着 没让血泪滚落下来 夫君 我第一次觉得你心硬啊 我就想听你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而已 没想到 你铁石心肠道 死也不回答 江若仙的声音 已经控制不住的颤抖 他当然不是在怪云青年 他只是想在云青年死前 再跟云青年说几句话而已 仅此而已啊 夫君 你知道吗 我其实挺为蛙黄跟瑶池圣母感到不值 他们为你付出这么多 甚至可以说是 为你而活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还有众神之主 他为了你 都不惜走下了神坛 你却连跟他道别都没有 就要彻底离开了 走下神坛 自然是直里染竹 为了云青年淡下云念泪 江若仙眼中的血泪 已经彻底决堤 不断从眼角滑落 他说的这番话 只是为了奇迹出现 可以让云青年回答他 但云青年还是没能回答 而且这一次 云青年连嘴角都没张开 在江若仙绝望的目光下 云青年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了这片天地 死寂 一片死寂 这一刻 仿佛连天地都停止了运转 瓜黄 瑶池圣母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江若仙的旁边 他们的目光 跟江若仙一样 落在了云青年消失的地方 很奇怪 他们的心 明明都在这一刻碎了 或者说死了 但他们还是感觉到了悲伤 那种堵在心里 无论如何都发泄不出来的悲伤 我还想再看一眼夫君 江若仙冷不丁地开口 接着 他单手一挥 云青年陨落的那片区域 时间突然开始倒退 退回到了云青年还在的那一刻 怎么可能 无数人感到震惊 尤其是赢 明和这些修为爵士的人 他们甚至在这一刻瞪大了眼睛 江若仙挥手间 就将时光倒退到了 云青年死前的那一刻 如今的江若仙 到底恐怖到了何种程度 江若仙看着云青年 绝美的眸子再一次出现了血泪 夫君 你就不能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吗 魔神这名字 你觉得如何啊 云青年还是没回答 他的身影跟着周围的空间 凭空消失不见 江若仙不把休 又一次倒退时光 但这一次 云青年死去的那片区域 除了虚无之外 再无别的物质 时光倒退并非万能 因为明明之中 还有无形的存在 再阻止这一幕 生死 是这片宇宙的秩序 如果死亡 也能轻易被扭转 那这个世界的秩序就崩塌了 魔神 这名字挺好的 花皇跟瑶池圣母这时候 突然双双开口 仿佛在替云青年回答江若仙 江魔神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一起做一些事情吧 当然 我们要做的事不是复仇 因为云帝的死 只是在偿还他欠下的债 我们做的事 只是单纯的毁灭 他们的意思是 云青年的死 是因为他欠债太多了 所以他们不用报仇 因为不存在仇恨 他们就是想单纯的毁灭 这个宇宙确实太碍眼了 江若先点了点头道 他跟蛙黄 瑶池圣母一开即合 我来晚了 几位嫂嫂抱歉了 这时候 东方天庭的皇城里面 缓缓走来一只通体白色的猫 不对 他不是猫 他只是形似猫 他有着洁白干净的绒毛 体态较小 仅比成年人的手掌大上几分 身上散发着圣洁的气息 但跟猫不同 他的四足都只有一个脚趾 他凌空走来 在真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脚印 他是混沌骨兽 麒麟 这怨不得你 说话的是蛙黄跟瑶池圣母 他担心连累到你 所以事先就把你封印了 若非他现在死了 你还不能从封印中醒来 云青年在复活江若仙之前 就出手将麒麟及其他亲人都封印了 理由 则是怕连累到他们 我如果足够强大 老大也不会担心连累到我 从而将我封印了 棍盾骨兽形态的麒麟开口说道 所以 我还是有错 错在太弱小了 从前弱小 但现在的你很强 蛙黄开口道 开疆时代也成全了你 让你进化到了救济形态 现在的你 不说无敌 但已经近乎不死 姚池圣母随之说道 麒麟没说话 但却摇了摇头 仿佛在说 一切已经没意义了 江若仙 蛙黄 姚池圣母看到麒麟摇头 也突然跟着沉默了下来 片刻后 还是麒麟打破了沉寂 几位嫂子 老大虽然不在了 但我们还要继续活着 从现在开始 我们好好规划一下未来吧 麒麟不等蛙黄三人接话 也不顾四周还有很多外人 接着说道 首先要将老大的爹娘从建之世界接回来 其次 当然是毁掉除东方天庭之外的所有地方 银 明河 北墨 这些人 面色都颇为难看 蛙黄 姚池圣母 姜若仙三人 此前就在扬言要毁灭整个宇宙 现在又多了一个修为变得无比可怕的混沌骨兽 此皇帝 你们怎么还不离开 麒麟这时候 突然看向了银 其银旁边 身后的群雄 狠话我就不说了 都离开吧 不然我怕我会控制不住 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 不得不说 麒麟也好 蛙黄三人也罢 都是很讲究的人 他们之所以现在不出手 是因为他们在保留云青年死前的体面 云青年是为了还债而死 既然是还债 他们自然就不能复仇 他们哪怕要毁灭 也不会选择现在开始毁灭 第2677章谈指50年 我们走 银说着 就撕裂了空间 与明和北墨一起踏入了空间裂缝里面 我们也走 盘古 水神 龙帝也一起踏上返回仙界的空间通道 其他人见修为最高的两批人离开 自然不敢继续逗留 记住啊 这片宇宙没多少时间了 你们可要好好准备一下 所有人离开前夕 耳边都响起了麒麟 冷酷到极致的声音 麒麟 江魔神 姚池 蛙黄这时候开口道 我先去见知世界接回我的爹娘 风采儿是云青年名义上的妹妹 从小就被云青年的爹娘养大 去吧 麒麟三人都点了点头 他们都知道 一旦得知云青年的死讯 也只有挖皇才可能安慰二老 我去一趟魔界 也许原始义兄有法子可以复活云帝 江若先随之说道 原始义兄 指的是原始魔帝 在几百年前 原始魔帝就去了魔界 值得一提 魔界不在东方宇宙 位于另一个次元 其林跟姚池圣母双双点头 尽管他们即将若先自己 都认为 复活云青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我去天星大陆找一个人 也许他有秘法可以复活云帝 姚池圣母随之说道 云青年此前就把他在神界的经历 告知了姚池圣母等人 云青年离开神界之前 继承了神木的墨皇 曾派了一个超越神将的神木守卫 转世到天星大陆 尽管按照时间来看 这个神木守卫 现在应该刚出生不到一个月 既然你们都去了 那我就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吧 其林开口道 他这话 听着像玩笑话 但蛙黄 姜若仙 姚池圣母都知道 这不是玩笑 一百年后 东方天庭会合 蛙黄 姜若仙 姚池圣母三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 离开了混沌界 其林目送他们离开后 也随即离开了混沌界 他现在要去找个地方 好好的哭一场 他也只能哭那么一次 云青年窃取宇宙气韵的事情经过时间发酵后 传遍了整个宇宙 与此同时 云青年牺牲自己 重新让开疆时代降临的事情也传了出去 整个宇宙的生灵 对云青年的评价呈现了两边倒的局面 有人说云青年自私自立 为了复活自己的天后 连宇宙气韵都能窃取 也有一部人认为 云青年重情重义 先是不惜代价复活了姜若仙 接着又牺牲自己 把他欠这片宇宙的全部还回去 还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事实是 没有云青年 盛世虽然会到来 却达不到如今这个层次 所以严格来说 云青年有功于这片宇宙 接下来又有一个无比惊爆的消息 席卷了整个宇宙 棍盾界即刻起 将全部化为东方宇宙的疆土 棍盾界的所有势力 都面临了二选一的局面 要么归顺东方天庭 要么举足离开混沌界 一开始 九成九以上的势力 都没将东方天庭的选择放在心上 东方天庭再强 还能敌过混沌界所有势力不成 尤其是开疆时带来了 不少底蕴深的大势力 原本必死关的老祖宗悉数出关 几乎全都踏入了禁忌存在 成神的也有不少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棍盾界即将爆发大战的时候 原本反抗东方天庭的势力 全部归顺了 反抗最严重的几个有神的势力 他们最大的靠山 也就是那几个神 更是跪在东方天庭的皇城外面 求着东方天庭接受他们的效忠 云青年雨落30年后 整个混沌界 已经被东方天庭经营成了铁桶 这时候 东方天庭又对外宣布了一个消息 天元星系从今往后 禁止任何族群踏足 为令者杀无赦 值得一提 天元星系就是混沌界所在的星系 也是东方宇宙最大的星系之一 在接下来的20年 没人知道东方天庭的情况 因为整个天元星系都被封锁了 完完全全的与世隔绝 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 云青年的雕像 遍布了混沌界 遍布了天元星系每一个角落 东方天庭将域内所有生灵都要跪拜云青年 云青年就是东方天庭唯一的神奇 东方天庭的皇宫的金鸾殿上 江若仙坐在原本属于云青年的位置上 云腐时节 江若仙淡淡开口 身上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陈在 约腐时节时人 从百官之中走了出来 驻使镇 丹 弃三界 献他们三年内归降 江若仙说道 身上地位弥漫 哪怕是下方的百官 都不能指示他 陈等尊旨 约腐时节跪着领命道 魏金伦 真姬 江若仙又开口道 陈在 魏金伦跟真姬这对夫妻出列 魏金伦跟真姬 原本在混沌界开创了自己的霸业 不过在三十年前 便双双归顺了东方天庭 你们二人出使后良心系 命后良心系所有事例三年内归顺东方天庭 江若仙又发布命令道 魏金伦跟真姬面色微微一变 不过还是第一时间领命 陈遵旨 后良心系可是有两个排名前二十的大世界 云中风 云中原 江若仙再次开口 陈在 两个看起来二十多岁 但实际年龄双双过百的青年走了出来 他们是云家后辈里面涌现的两个天才 云青年还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在栽培他们二人了 得利于开疆时代 如今他们二人 已经双双争执近计存在 出使魔乱心系 命魔乱心系所有事例三年内归顺 江若仙发布命令道 陈遵旨 云中原跟云中风双双领命 魔乱心系是东方宇宙最大的魔修剧集地 江若仙一口气 发布了上百道命令 都是现他提到的事例三年内归顺 麒麟 江若仙又开口说道 声音刚落 大殿里面出现一道投影 不是人参 而是混沌骨兽的样子 此时的混沌骨兽 看起来无精打采 像是刚睡醒的样子 第2678张星空彼岸 上 50年过去 你也该休息够了 兵马大元帅还缺个人 回来顶上巴 江若仙说道 但不是命令的口吻 投影里面 无精打采的混沌骨兽 两眼顿时浮现金光 嫂嫂 要开始了吗 差不多了 江若仙开口说道 三年后 不愿归降的势力 都可以从这片宇宙抹去了 云青年刚死的时候 江若仙 麒麟 瑶池圣母 蛙黄 以及远在西方宇宙的云轩 李染竹 都有过约定 百年后 重新相聚 到时候 好好跟一些人 一些势力清算一下 早上 我现在在宇宙尽头 大概三天后才能赶回来 节节节 终于可以找赢 明和 北墨这三个伪君子清算了 投影里面 混沌骨兽露出森寒的獠牙 云青年死后不久 他们就知道了一件事 原来云青年早已不欠赢他们了 因为遥远 揽过了云青年 欠赢他们的人情 可是云青年献祭自己那天 赢 明和 北墨三人 却对此绝口不提 对了嫂嫂 你的本体何时从魔界归来 吉林突然又问道 周围的文武百官 眼中全都闪过震惊之色 莫非眼前的天后只是一个分身 如果是这样 那也太可怕了 要知道三十年前 混沌界所有势力 之所以会臣服 就是因为姜若仙出手的缘故 如果一个分身 就有着镇压一介群雄的实力 那他本体又会恐怖到何种程度 不出意外 最多再有五十年 就会归来 姜若仙回答道 他这回答 侧面说明了 现在的他 真的只是一个分身 姜若仙的本体 是去魔界找原始魔帝 寻求复活云青年的法子 退朝后 姜若仙独自一人 来到了东方天庭的气韵中心处 那条尾岸的神韵天龙还在 依旧散发着恐怖的龙威 不过神韵天龙体内 已经没了灵魂 神韵天龙是云青年的化身 云青年不在了 他的灵魂自然也就没了 云帝 我会给这片宇宙一个机会 同时也是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集齐整个宇宙生灵的信仰 还是不能把你复活 姜若仙看着神韵天龙呆滞的双眸 开口说道 那我只能玉石俱焚了 姜若仙由魔成魔 他的理智情感 只对云青年一人 若没有云青年 他会彻底的冷酷 那种漠视世间一切的冷酷 我不会放弃复活你 姜若仙像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在东方宇宙办不到 那我就前往神界 我会掠夺神界的所有资源复活你 如果还不能 我就践踏秩序 挑战冥冥之中的存在 姜若仙如今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复活云青年 不惜一切代价复活云青年 50年前 姜若仙就为了这个目标前往魔界 姜云青年打造成神明 集结信徒的信仰之力 就是他在魔界得到的其中一个法字 已经在魔界站稳脚跟的原始魔帝说过 魔界有一个超级大能 曾通过这个法字复活 泰坦神山 西方宇宙的权力中心 泰坦神山的山巅之上 李染竹与云轩并肩而战 50年前 我赶来西方宇宙向你求援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李染竹淡淡开口 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晚一步 他一定不会来西方宇宙 云轩沉默不语 目光看着天空的尽头 仿佛 云青年就消失在这片天空的尽头一般 不是还有一线希望吗 云轩许久以后才说到 不过话虽如此 他那漠然到极致的神情 仿佛在说 连他自己都不信那一线希望 也是 近乎于灵的希望 也好过没有希望 李染竹也说到 众神之主 我能替我的炎帝问你一个问题吗 虞轩突然看向了李染竹 李染竹很美 哪怕那张觉美帝脸颊 冷漠到了极致 眸光也不含一丝一毫的情绪 依旧给人一种美德风华绝代的感觉 问 李染竹说到 依旧没放弃半点情绪涟漪 如果炎帝能够复活 你还会觉得你的使命 责任重过你对他的感情吗 虞轩开口问道 你知道吗 我苏醒全部记忆以后才知道 我那些死去的族人 原来可以复活 他们随我降临东方宇宙的时候 都留下了一缕命魂 依我在神界的族群的强大 足以利用一缕命魂将他们全部复活 但那时候 云帝已经有妻子了 李染竹开口说道 他一直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云青年 云青年跟江若仙成亲的时候 他刚好苏醒了他在神界的记忆 李染竹第一时间 就去仙界找云青年了 只不过那时候的云青年 已经对江若仙敞开了心扉 他李染竹骄傲一声 又岂会在这时候去插足云青年与江若仙 尽管 他跟云青年相恋 远远早过云青年对江若仙敞开心扉 那还真是遗憾 云轩叹了一口气 遗憾 或许吧 李染竹说道 如果 只是说如果 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 他那些死去的族人都能在神界复活 他一开始就会跟云青年在一起 你应该也知道 炎帝基本无望复活了 云轩又说道 尽管他们现在都还在为复活云青年努力 但他们心里都知道 复活可能性太低了 云青年死得太彻底了 将自身一切都献祭给了东方宇宙 哪怕扭转时空 都不可能复活他 李染竹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云轩的说辞 众神之主 我们打个赌吧 云轩说道 赌什么 李染竹答道 如果炎帝能够复活 你也嫁给他 云轩说道 似乎知道李染竹一定会拒绝 所以他马上又说道 反正炎帝复活无望 你哪怕答应了 也不可能会出现那一天 故事众神之主 李染竹开口说道 他这话 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立场 他不可能接受得了 与其他女人一起分享云青年 哪怕在假设里面 他也不会答应 第2679章星空彼岸下 云轩无奈一笑 他会说出这个赌注 完全是心血来潮 因为这问题 真的只存在于假设中 促醒了九天魔窟之主的记忆的他 当然知道 云青年很难复活 可不知道为什么 云轩还是不愿意放弃 那我换一个说法 如果复活 炎帝的代价是你也嫁给他 你愿意吗 李染竹没有回答 他跟云轩 最近50年都待在西方宇宙 他还是第一次觉得 云轩无聊的让他有些讨厌 云轩发现周围温度骤降 马上就转移了话题 江若先已经让人传来消息 东方天庭三年后 就会同时跟百个大世界宣战 你该动身回东方宇宙了 云轩直接沉默 因为他话音刚落 李染竹就离开了 第一时间赶回东方宇宙 七方宇宙 一个秒无人烟的星系 一缕意识 突然凭空出现在了这片星系 本 本圣主复活了 这缕意识才刚出现 就发出了充满疑惑的声音 这缕意识是一团微弱的能量 在空荡荡的星系里面毫无存在感 信仰之力 还真是大手笔 竟有人凝聚了一个大世界的信仰之力 为他博得了一缕生机 这缕意识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复活的原因 他不是别人 正是星空圣主 星空圣主与云青年之间 有一个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秘密 他们二人签订了一个很特殊的契约 他们之中只要一方死亡 另一方也会跟着陨落 这个契约叫做同生共死契约 五十年前已经回到西方宇宙 打算重振辉煌的星空圣主 还没来得及大展神威之际 就因为云青年的陨落而陨落 陨落前 极度不甘的星空圣主 将一缕执念封印在了这片星域 正常情况下 不出百年 这缕执念就会因为本体的陨落而消亡 不过仅仅五十年的时间 这缕执念却因为来自东方宇宙的信仰之力苏醒了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如果不是死前极度不甘留下这里念头 哪怕有信仰之力加持 星空圣主也不可能复活 本圣主可以复活 他可以吗 星空圣主的意识自语道 宁界 宁界最大的海域 是幽明海的中心 一道爵士 倩颖屹屹立在幽明海中心的上空 今年哥哥没说错 风魔碑果然都在这里 爵士 倩颖开口说道 目光环视着这片无边无际的海域 宁界挨近天心大陆 那场经是大战死去的神魔 有不少人都被迁葬到了宁界 时间久了 就形成了幽明海 风魔碑则被人用来镇压幽明之气 宁界的生灵 几乎是东方宇宙最特殊的一个群体 他们都是靠吸收幽明之气修炼 幽明之气是整个明界的根本 但只要极少数人知道 明界的幽明之气来自幽明海 而幽明海之所以形成 是因为幽明海里面埋葬招数不清的神魔 一开始 明界还是绝地 不可能会诞生生灵 因为幽明海产生的幽明之气太恐怖了 恐怖到不可能郁郁生灵 所以幽明海诞生不久后 就有人用风魔碑镇压了九成九以上的幽明之气 剩下的极少数一部分一出来的幽明之气 则变成明界的生命武器 寓意了如今的明界生灵 经过无数时代的演变 幽明海已经彻底稳定下来 哪怕没有风魔碑 它也会保持原样 与这个世界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生态恋 爵士借引心念一动 看不到尽头的幽明海 突然翻滚肆虐起来 不过海水的翻滚很诡异 它们朝两边翻滚肆虐而去 中间被分开了 且真空之中出现一条阶梯 直通海底深处 幽明海很深很深 深到无法用简单的距离来衡量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仙人 哪怕飞上一辈子都飞不到底部 但爵士借引不一样 因为它是蛙黄 这片宇宙最顶尖的存在之一 它微微迈步 不过两三步 就跨越了无比漫长路程 到达了幽明海的海底 三块泛着岁月痕迹的风魔碑 动也不动的立在海底之中 不过来吧 蛙黄缓缓伸出了左手 手掌微微摊开 一片平静 三块石碑依旧动也不动的立在原地 蛙黄眼中微微闪过一色 以它如今的力量 哪怕是一颗星球 都能在一个念头间摄取 但眼前这三块石碑 却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我是受你们主人之托而来 蛙黄收起了 用蛮力收服的念头 它开口之际 身后就浮现五块外形 与它们一模一样的石碑 这五块石碑 也是风魔碑 云青年陨落之前 就交它们都交给了蛙黄 嗡嗡嗡 那三块立在海底 不知道多少个时代的风魔碑 终于出现了颤动 连带着 整个幽冥海都出现了暴动 秋秋秋 连着三声 三块风魔碑都离地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飞到了蛙黄身后 与另外五块会合到了一起 如果真能寻到 青年哥哥复活的契机 你们将会是 他能不能成功复活的关键 蛙黄开口说道 四在自语 又像是对八块风魔碑说道 嗡嗡嗡 八块风魔碑同时颤动 像是在回应蛙黄 天星大陆 一处不起眼的凡人村落的后山 这后山有一个凡人不可能发现得了的隔绝阵法 阵法里面 屹立着一座九层高塔 高塔外面 悬浮着一道美道极致的身影 它的目光长年落在高塔的出口处 它保持这个样子 已经有近五十年的时间 冷不丁地 高塔的出口处 突然占过一道金光 而后 一个气息内敛到极致的青年 从高塔里面走了出来 见过姚池圣母 气息内敛到极致的青年 朝塔外那道美道极致的身影抱拳说道 你是神界的神 不需对姑多礼 姚池圣母开口道 我是主人最忠诚的侍卫 而你则是主人的红颜知己 我理应对你行礼 气质内敛到极致的青年开口说道 第2680章恐怖的历史 它叫天泽优 本是神界的神木的一个护卫 本身有着超越神将的修为 末皇继承神木后 让他投胎转世到天心大陆 从此追随云青年 五十年前 我找到刚转世到天心大陆的你 又将你带入婚圆塔 用百倍的时间流速让你在里面修炼 同时还给你提供你所需的所有修炼资源 如今现实世界五十年过去 你则在婚圆塔内修炼了五千年 不知你修为恢复到了何种程度 姚池圣母开口问道 天泽优的气息太内敛了 内敛到 连他都看不出天泽优的具体修为 只重修到夏卫神 天泽优轻叹了一口气道 似乎对这进度很不满意 五千年的时间 从无到有 成就神位 尽管只是夏卫神 但这速度 已经足以用恐怖来形容了 夏卫神太笼统了 具体是神人 还是玄神 地神 姚池圣母又问道 在神界 神人 玄神 地神都是夏卫神 但同为夏卫神 三者之间可是有着天窃鸿沟的差距 神人与玄神 就如同天尊与初代的差距 玄神与地神就如初代与禁忌存在的差距 地神 天泽优没有隐瞒到 地神 比孤欲想好了不少 姚池圣母说道 走吧 该去谋划复活云地的事情了 姚池圣母说着 变大手一挥 带着天泽又离开了天心大陆 几乎同一时间 天心大陆的一处神秘空间内 银 鸣和 北墨三人都从修炼者睁开了双眸 姚池的气息 他是故意泄露气息 所以我们才能发现他离开 以姚池圣母的修为 如果想不被发现 完全可以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年前 银几人没有发现他到来一般 另外 姚池泄露气息的时候 也暴露了他身边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不显山露水 但却给我们一种心计的感觉 银 鸣和 北墨三人 眼中都闪过了凝重之色 他们三人 是开疆时代到来后 受益最多的人之一 他们如今的修为 早就超过了飞升的临界点 在东方宇宙 已经含有敌手了 能让他们感到 心计的存在已经不多了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 您和老祖微微开口道 姜若仙 姚池圣母这些人 勾结了境界 银跟北墨老祖 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们已经知道境界有人出事 并且还来过天星大陆 只不过没让他们追踪到而已 约莫半晌的时间 北墨老祖开口打破了沉寂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姚池圣母应该不屑于勾结境界 境界是很隐秘的世界 一个只有禁忌存在才能进入的世界 但这只是表面信息 赢这些人对境界 可是有着极深的了解 正常的境界存在 根本不会去往境界 因为境界的全称是禁之世界 另外 禁之世界在诞生之初 最早是被人称之为放逐之地 只有在东方宇宙 没有容身之处的罪人 才会选择踏入的放逐之地 无数个时代以前 那一场惊世大战 导致东方宇宙元气大伤 哪怕是现在都没能恢复过来 那时候的东方宇宙 强盛到了 难以用简单的言语 能够描述 概括的程度 那时候的东方宇宙 有着直通神界的通道 每一天都有东方宇宙的生灵 前往神界 每一天 都有神界的神来到东方宇宙 那时候的神 只是指单纯的来自神界的生灵 神在东方宇宙犯错了 该罚就罚 该杀就杀 东方宇宙的强者 在神界也是强者 东方宇宙的大实力 在神界同样也能呼风唤雨 不过这些 都因为那场惊世大战毁掉了 那场惊世大战 死掉了无数神魔 冥界的幽冥海 天心大陆的上古战场 都是那场惊世大战后出现的产物 对了 那场惊世大战没有具体的名称 因为那场战役太浩荡了 是东方宇宙与神界的战役 有一小部分人 把那一战称为图神之战 恩 只是一小部分人 因为那一战 图露了很多神 数不清的神 也有一部分人 把那一战称为东方之商 因为那一战最终以东方宇宙惨败收尾 那一战后 东方宇宙沦位了平庸的下界 也有小部分人把那一战叫做诸神入侵 因为这一战是神界发动的 总之因为那一场太浩瀚 太恐怖 以至于所有人提到它 都本能地用京式大战来带阔 而那一战 东方宇宙之所以会惨败 惨烈到 近乎整个宇宙灭绝 是因为那一战出现了叛徒 跟一部分冷漠的人 东方宇宙整体实力虽然不如神界 但神界真要灭了东方宇宙 必然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东方宇宙整体实力不如神界 但单体实力并不亚于神界的单体实力 比如当时东方宇宙最强的那批人 单对单的情况下 可不惧怕神界最强的那批人 当然 强者的数量 肯定不及神界 毕竟生灵数量 将预念及上面的差距都明白着 但就算如此 神界也不会发动对东方宇宙的战争 因为不划算 将覆灭东方宇宙 神界肯定也要死很多人 也要陨落很多强者 周易与复出 完全不成比例 战争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东方宇宙出现了叛徒 东方宇宙最强的那批人 有一半以上 因为被叛徒出卖 提前陨落了 除了叛徒 还有一部分 也极其可恶 那便是袖手旁观 并且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的人 可惜磐石族老诅咒 因为云青年跟我们分道扬镳了 您和老祖轻叹了一口气 磐石族老诅咒的经历跟北墨老祖很像 咒最早也是一块石头 也是被人点化成金 东方宇宙当时惨败 但没被彻底覆灭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人及时毁掉了造化之桥 切断了 东方宇宙跟神界的通道 值得一提 那个人就是赴宇宙生命的人 就是他出手将咒从一块石头点化成金